Hi YouTube 大家,我是李伟康 我是子倩 在我们录这一个影片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收到一个消息 就是Sipotea的国会议员 Teresa 郭树庆呢 她就说她被恐吓了 她就说在她的那个寓所里面 她就收到一封信 然后一封信里面呢 有两颗子弹 那个信的内容 就是在一个A4子里面 她是说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恐吓 对 因为一般上说 你送我们叫做发尚麦 送两个子弹发尚麦去 可能是你要恐吓的人的家呢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挑衅性的一个动作来的一个行为 或许我觉得我第一个想问的就是 你哪里搞来的子弹 好像现在是不是好像子弹跟手枪 在马来西亚 好像很容易就可以搞到这样子 因为我这个就要说回 上周在乌鲁迪南警局 发生的一个恐怖袭击 等一下现在 这个还没有进这个千年之前呢 我自己真的是很想去跟YV Teresa Kok讲啦 很多人知道你住哪里了 其实因为很多资料就显示你可能就住在 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了 所以你的安全的问题上 你可能真的是要自己注意一下 对对对对对所以基本上大家知道你的那个行众的话啦 然后作为一个那么多人知道的国会议员 你本身真的是要去注意一下你的那个安全 要真的要去考虑 不论一会 Come on 以后用一个corresponder的地址啊还是怎么样啦 Fimer你核心喊 这个是我自己的那个 中国 个宣告还是怎么样 好这个是我自己很众心的 圈告啦 объro . 但我相信这些国会议员也不是第一次被恐吓 有蛮多的国会议员都是有相同 好像尼可汉之前 他住家就被人家 丢那个汽油弹 然后尼可明的老家 他妈妈收到一口吓信 所以其实 这种政治人物的地址 其实也是一个 很公开的资料 都是高危的一个职业 所以政治人物 其实不是你们想象中 那么好当的 他们真的是政治人物 做了以后 他们是借不到钱的 听说 据说是借不到钱的 银行就会把他们 放在一个list里面 你要说去做贷款 是很难的 就据我所知是这样子 高危职业 就像刚才子倩提到的 他到底哪里搞来两颗子弹呢 然后同时我们又回想一下 在三个月 或者是三四月的时候呢 我们在机场里面 也是发生了一个事件 枪击的事件 对对 那这个事件就是 有一个人 他就是开墙去射一个 射另外一个人嘛 最后是那个保镖 那个保镖是中枪了 可是那个老婆是没有事情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开不开枪的先放一边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容易拿一把枪 走进机场里面 就是这个枪 它一开始就不应该出现了 不是吗 有点疑惑就是 好像枪跟子弹 现在在马来西亚是不是 很容易可以买得到的东西 还有一个有关联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大家也是忽略了的 其实在两个里 一个月前 也是在一个月前 我们马来西亚是逮捕了一个以色列 据说是以色列的特工 在他的寓所里面呢 找到两把枪 还有两百发的那个子弹 所以你看哦 这样的种种的事情 去连贯起来 原来在马来西亚搞到枪 也不是 好像不是太难的事情 再加上 我们不是应该有一个 很严密的一个内政部 有一个马来西亚 有一个在情报的这个事情上 是做得很好的吗 怎么最近这些事件 都让我们是 让我们对这个警察的能力 产生质疑啊 而且我们马来西亚 最出名的就是什么 就是很多恶法 比如我们有这个POKA 这个预防罪犯法令 就是可以未审先扣的 我们有SOSMA啊 也是可以未审先扣的 然后还可以扣你 扣你还不紧哦 他还可以哦 在你的脚上面 按一个那个电子的追踪仪器 你去到哪里 我跟到哪里 就是我们已经有 这么完善的一个法律 去杜绝这些罪案的时候 然后罪案还是 无可避免的发生了 就让人家觉得 你们的这些法律哦 到底是哪来对付 真正的罪犯 还是只是哪来对付 你政府的异议分子的 我们突然间看到 那么多的枪击事件 或者是持枪事件出现呢 我们还以为 我们是不是在美国 什么鬼啊 为什么我们 马来西亚的保安的 那一个安全程度 在这几个月 在这个几个月里面呢 好像是美宽月下这样子了 就当然不要说 刚刚发生在 那个柔佛 有一个恐怖 据说有一个恐怖分子 去袭击警察的 那一个事件呢 那这个事件呢 它是发生在 乌鲁地乱的一个警局 它是发生在凌晨的 那么在凌晨时分呢 这名凶徒呢 他就拿着一把 拔浪刀 他就进到去 这个警察局 他就砍死了 一名警员 然后他在抢走 他的配强 去射死另外一名警员 并且重伤了 第三名警员 那这个第三名警员呢 他目前是伤势稳定的 那么当然了 这个事件呢 就会引起了 就是引起一遍 恍然就是说连警察局 所谓这么深烟的地方 都有警员倒下了 那我们人民的安全 到底是不是也是 同样的 at state呢 这个不是我要洗涤啊 这个真的不是 我不要洗涤 我真的是说 如果你真的有去过警察局啊 或者是车祸 或者是报案啊 怎么样呢 你其实可以看到哦 其实警局里面的 那个警员呢 他们是友善的 他们是不会把你当成 一个罪犯来看待的 他们尤其是 你在counter那些 他们都可能 我觉得是文官 他们就在帮你去做 笔录啊 录口供啊 这样子的 所以说 这一次的这个凶徒 他是如果有意 要来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他真的一看到你就 就砍死你 然后你这个真的是 防不胜防 对 但是因为这个凶徒 他与恐怖组织 有点牵连嘛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的就是 其实我们政府 有没有掌握 恐怖组织的情报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 我们国家有多少个 恐怖组织 而这些恐怖分子 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 对 今天这个内政部里面 你们掌握那么多的 尤其是我们叫做 情报的资源 到底你怎么样 去给一个交代 或者是把这个 这个资讯呢 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马来西亚人 是叫做安全的 对 尤其是这个 伊斯兰祈祷团 我觉得我们应该 需要有更多的资讯 去知道他们在马来西亚 到底他的发展网络 在哪里 对 然后他到底做过什么东西 是 我是觉得 现在我们马来西亚 就是我们人民的话 其实对于警察的 其实对于整个大局 我们好像很像很 blurblur这样子 那个资讯其实 相对来说 不太透明 好 即便是可能是在国会里面 一些国会议员呢 也没有办法去 征兆 那些 我们叫做行政人员 警察的高层呢 去让他们知道 整个事情的发展 OK 你不要给我们人民知道 没有关系 但是 我觉得国会议员 应该是 要有办法知道 相关的一些资讯的 无论那一个东西 是怎么机密也好 所以 我说 我们 要 赋权 这个国家 那个国会议员 有更大的权利 我觉得另外一个东西 我觉得比较可笑的事情是 每次我们去那种 公民社会活动 或者是 有一点点涉及 批评政府的活动都好 政府都会派SB来的 就会派SB来 所谓的SB 其实就是 Special Brunch 政府的猴舌 来看你做什么东西 然后在那边 拿起小本本 在那边抄抄抄 然后就在那边 不停地拍照 不管你是去世维 去游行 或者只是 看个电影也好 对 他都会派人来看 所以我就讲说 其实政府 你是不是 就是放错焦点了 你与其把你的人 拿来看这些 就是人畜无害的活动 你是不是应该 让他们去监视 真正的恐怖分子 而不是监视 手无寸铁的人民 那个政治部 拜托你把你的资源 好好的去 放在你应该要放的地方 好不好 对 所以说你每天 都去那个政敌 那边去监视他们 有没有什么 网上的留言 然后人家一个 人家一个comment 人家一个post 那时候他就立刻把人家提 呃 逮捕 然后提高 上纲上线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政治部 你们真的是要 重新去relocate你的 那个资源 好 但是我们作为人民 我们怎么样去 让政府听到我们的 那个声音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有一些 有品牌的公民社会 来帮我们发声了 这个时候呢 就让我们进一段 工艺工商时间 大家好 在这个来临的星期六 也就是5月25号呢 竞选们将会在 龙雪花塘 举办人民大会2024 那么在这个大会之上呢 竞选们将会邀请到 来自公民社会 以及一些各领域的 学术精英 以及民主先锋 来为我们讲解 马来西亚在 民主进程之上 该怎么走下一步 那么在大会当天呢 我们也会辩论 由公众提呈上来的 这个改革动议 那么通过的动议呢 将会被收纳在 人民宣言里面 那竞选们之后 就会把这个人民宣言 提交给政府 以施压他们 做出改革承诺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一起推动 大马民主的话 5月25号 龙雪花塘 约定你咯 欢迎大家回来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就记得出席 这个5月25号 在龙雪花塘的 竞选门人民大会 那让政府可以 听到人民的诉求 那我自己也觉得呢 其实这个 我们现在的政府呢 好像一个巨大的 选举机器 它自从 这个2022年的大选以来 它就没有停过脚步 它不断地 把它所有的资源 放在打政敌 跟推选举上面 它甚至都 没有好好地去做 它作为一个政府 应该要做的东西 所以 这个才是我们 让我们人民很担忧的 你每一次 你一出场 就是要骗我们票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票 没有给了你 你又没有去做东西 所以人民就感觉到 自己好像真的被骗了 这样子 但这几个礼拜 马来西亚都出现很多的 这种国家安全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内政部长 真的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 他到现在为止呢 他好像都 怎么样 对啊我们觉得 他也没有出来 给出文告 也没有出来讲什么 他的那个存在感比 FAMI还低 FAMI他每天都出来 就讲META 讲什么 我觉得这个内政部长的话 真的是要去 检讨一下他的那个工作表现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提案 国家安全的这个提案 就可能要负全国会议员 在那个BECET上里面可以提出来 在这个人民公民大会上呢 你大家都能够去发声的 对 我们不能够直接跟政府对话 不过我们真的是可以通过 这种公民组织呢 把我们的心声提上去 是的 那无论怎么样都好呢 我们觉得老百姓啊 我们都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 对对 所以但是很遗憾的 在这几个月里面 我们看到的都是 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虽然说这些突发的案件 你可能说没有办法预防 因为他都是 有一个人他就是无端端出来行凶 可是在太多案件堆积底下呢 人民的信心肯定会动摇的 每一个人都会很怕 人心惶惶 所以我觉得政府他不能够只是 简单的去讲 这些最暗的预防不到 你要我们怎样 不能够抱着这种态度了 他必须要摆正他的那个态度 来跟人民说 我们会尽力 会做一些什么东西 来安抚人民 很焦躁的那个心情 无论那个预算 虽然我们整天说 我们的行政开销很多 我们也遇上案 但是就请你们把钱 花在这个刀口上 拜托一下 确证的去改善一些 警察局的那些基本设施 我已经不够说是 我们也不能够说是一个 比较舒服的一个环境 你要跟那些基本设施 那个CCTV啊 那些灯啊 那些东西你都 能够把它弄好的话 我想这个也是提升 我们人民对警方的 一个信心来的 对 然后就不要再拍SD去看 守无村铁人民的活动了 真的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人要搞恐袭 没有人要倒政府 把SP放在对的地方 去监督真正的恐怖分子 才是当下的首要之急 对对对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个讨论 就到这里为止了 好 如果我们 我跟芝倩在5月25号 也是会出席 那个人民大会的 对 所以到时候 如果你有什么看法的话 也希望你到时 跟我们一起来交谈交流了 好 所以今天的讨论 就到这里为止 我是李伟康 我是芝倩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